德寨也是苦命 总能遇到无情的老爹 这次被罚转世 出生时候是个莲花包 被他爹当作灾星 要摔死 幸亏法海救了他 并收他为徒 报言成从小便是儿子报人为灾星 把儿子丢给了法海 居家前往京城当官去了 这一走就是23年 如今他荣丹故里回乡 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陈太守告证儿子报人 扰乱祭司法场 要致百姓死活于不顾 你为何要破坏祭司 我就是不想眼睁睁看着那女子 被他们害死 大宋的法律是否允许活人祭祀 从先皇开创大宋以来 一直以仁义治国 怎会允许如此愚昧的事情发生 报人说那既然如此 你们还有必要审我吗 陈太守又说 报人假计报家供查之名 收受贿赂 打压同行等等 反正是不要钱罪名 一股脑往报人头上堆 对当爹的也不听儿子解释 直接下令账责三十大板 并取消他这次平民大会资格 就在行刑的过程中 这幅画再度掉落了出来 报言成看到这幅不祥之画 气得就要撕了 但报人却拼命护着画 并直言道 自己从小没有亲人 只喜欢这画中人 气得报言成又给他加刑三十大板 并从此与报人断绝父子关系 暖暖与延峰把报人背到了家门口 并把钱魂圈又带回了报人手上 带上去之后 报人的伤也好了 小青跟大龙女在龙井山为了竞平 也是大打出手 一条受伤的蛇肯定打不过龙女的 掉落的竞平一下放出了一段幻灯片 这是大龙女和东海三太子的过往画面 俩人从小青没出骂 原定好三天后举行婚礼 怎料这是哪吒来钱塘江闹腾 三公子这一去也再也没有回来 小青看着龙女也不是坏人 原来她抢竞平也是为了救人 真是家家都一本难念的经 报人这次没有住进报府 而是独自搬到了茶园的某草屋内 什么也不带 只带了这幅画 老茶树精打开了画 看到画中女子也是一声长叹 难道今生还要缠在一起吗 第二天 严峰与暖暖来茶园看望她 表示他们俩会一直照顾少爷 让她不要担心 报人是真不想再与报延城有什么瓜葛了 于是就把手上的乾婚圈摘了下来 扔到了井里 我原以为这是口枯井 没想到这井竟然有水 报人在井上面亲了一口画中的仙妮姐姐 井下的净平就开心的翩翩起舞 从此这报人就不再是报家公子哥了 而是一名地道的茶侬了 每天挑水种茶 过上了李子柒的那种生活 小青拿着哪吒的乾婚圈 每天看着报人在井里打水 心里终于按耐不住 飞出了井要去找报人 可是当她刚一出井 一团白光就冲着她脑门来了